首先关注到香港未来发展的话题 我们请本台特派北京的 时事评论员吴玄兰 来为大家点评和分析 吴女士好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 提到了要扎实推动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这对香港未来的发展 有着怎样的意义呢 好的 舒婉 粤港澳大湾区被写入 政府工作报告 今年已经是第五个年头 可见粤港澳大湾区 作为中国经济最有活力 而且是开放程度最高的地区 在今后中国发展的格局当中 是有很重要的战略地位的 那么香港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 重要一环 我认为它应该借力 粤港澳大湾区有很多的政策 然后融入中国发展的一个大局 首先香港应该 把现在有的一些存量做好 我们都知道 香港是全球的金融中心 贸易中心 还有航运中心 香港在这些方面 有很多的经验 也有很多的优势 你比如说 在作为全球金融中心方面 它现在完全可以和广东省 这个经济非常有活力 而且有很多人口的 这样的一个地区 进行深度的合作 另外我认为在航运方面 香港作为全球航运中心 也是大有潜力的 去年底的时候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最新的一份施政纲领中 就提到 香港今后 香港机管局 它要以一个市场的姿态 进入珠海的一个机场 去进行一个合作建设 这样两地之间的机场 就有了一个互动 另外今后香港和广东之间的 跨境商务直升机的服务 也要推广开来 可见今后 在全球航运中心方面 香港大有可为 这是它的存量 那么增量方面 香港同样也有自己的一个优势 你比如说现在呢 中国作为一个生物医药 这样的产业 在蓬勃的发展 香港它的特点是什么呢 既有好的政策 又有人才 还有资金 香港是仅次于美国的 全球第二大的 生物医药技术的 这样一个融资的市场 再说香港呢 在科创人才引进方面 也有它的优势 因为一个是知识产权保护 再有就是和国际上 法律的一个衔接 香港都有自己的特长 如果说把这一切 香港的优势 和越港澳大湾区本身的 这样巨大的市场 以及潜力结合在一起 那可以说是强强联手 优势互补 但是香港如果 享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我觉得最关键的一点 就是要政治稳定 如果没有政治稳定 香港经济 肯定是要走入一个死活动 你看这次全国两会期间 强调爱国者治港 包括完善香港的选举制度 这都是为了香港今后 长治久安 创造了很重要的一个机制 保障 因此香港要把政治方面的事情 搞好了 然后借力越港澳大湾区 融入中国发展大局 它的未来才会更加美好 舒婉 我们谢谢吴雪兰女士 所做的观察和点评 您的烦恶 最后 是